世尊我用耳根听闻声音 以熏悉自己的文性 而证得无作妙力 就是到前面 无作的妙力 如此就可以十方三四六道 所有众生同聚悲养之心 我能使众生从我的身心之中 得到十四种无畏的功德 就是说 这边他修到前面讲 就是说你修到他得到妙行 得到妙行 得到妙行之后 得到妙行之后 他接下来就是怎样 就是以什么 十方三四六道 所有一切众生 怎样 时候说同聚悲养之心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是怎样 这个时候 你这个 这个六根 六根所了的镜 也没有了 这边 这边你那个夜相 也止息了 所有整个都 融入整个虚空 融入整个虚空 我们讲说 你那个什么 那个佛的音声 那个产生的妙 那个妙之后 就是你都是布满整个虚空 有没有 你的那个 那个时间三计 还有你那个空向 通通都没有了 那时候你就了知了 一切诸法为心 这个地方就是在讲 一切诸法为心 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产生无畏的功德 那种无畏的心 无畏的心就出来了 四无畏 这边菩萨说 讲多四种的无畏功德 我们来看看 第一 第一 我不亲自观见世间的声音 而只观察世间观看的主体 这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 我再也没有什么 再也没有什么音声 再也没有什么音声 我听不到这个 这个现象界里面所有的 所有的一切音声我听不到了 不是听不到 不是听不到 我住在如如不动 我住在如如不动 你所有的音声对我来讲 等于 等于怎么样 没有声音 等于没有声音 所以他说什么 这时候的观察世间 是用什么观察 我这时候的听闻 是用什么听闻 用你的 用你的性 用你的如来本性来听闻 不是用你的文性 是用你的如来本性在听闻 用你的心 那么世间的苦恼众生 如果能够一心称念我名号 我就会观其声音 寻生救苦 使其即刻获得解脱 这个 这个就是说 我住在如如不动 住在如如不动 来观看世间诸相 来观看诸相 这时候是你的真如本心 你的真如本心 所以 比如说我现在住在尊如本心 外境如果有什么阴神 我都知道 或有所求 哪一个有所求 我都会知道 你看看 就说 这整个就是一个平静无波的状态 假设有一个波动过来 这边一定会有感知 一定会有感知 当然 这个跟境界有关系 比如说 我们要来 我们要来称阳观念菩萨的名号 当然 一定OK 一定得到相应 你说 如果没有修 没有像我们修禅定这样修的 你要去称阳观念菩萨 不会理你的 就跟 就跟念佛一样 我们反方向思考 就跟念佛一样 你念阿弥陀佛 你那个第一个 你那个方法不对 你念到 念到嘴巴烂掉 阿弥陀佛也不会理你 知道吗 你一定要 要有一个 跟佛会 跟这个 不要说佛 跟这个会 会相契合的 那个 那个才会引起波动 不然我这平静无波 你力到不够 求完完不好 不会理你的 这 不会理你的意思 不是说 诸佛菩萨 没有十倍 他有选择性 不是这样子 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不到位 没有办法去碰触到这个东西 像有个人 说家里不平安 我说你家里有鬼 怎么可能 我在念佛 怎么可能会有鬼 我说对对对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 不知道你在念佛 这种的你就不要跟他讲了 好 接下来第二个 我既已悬腹望见 因好众生即使遇到大火之灾 只要一心称我名号 火就不能伤害到他们 悬腹望见 悬腹望见 就说 你找到你的真如本心 找到你真如本心之后 刚才前面讲的 就是我下河六道众生 下河六道众生 这样知道吗 那个就是悬腹望见 好 接下来第三个 我既已悬腹望闻 因而众生即使被大水所飘 只要一心称我名号 水就不能伤害他们 我们有观音菩萨的 菩萨显圣迹的像 菩萨 民国几年的时候 八七水灾 菩萨在虚空中 显现神迹 就是这个 第四 我既已悬腹望见妄想 就不会受到伤 扰害 因而众生即使误入罗刹 鬼国 只要一心称我名号 鬼就不能伤害他们 第五个 我因本觉啊 内勋 六根也同时 消忘 不消忘附贞 因而能够加倍 加倍众生 使其面临被杀害的危险时 刀杖断者成断 割迹就如同以刀断水 用口吹灭日光一样 失去效用 所以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说 这个就说 你你你你 正入到真如本性的时候啊 你进入到那什么 我们讲说 那个什么 进入到那个金刚啊 进入到那个 金刚本性啊 都刀枪不入了 好 接下来啊 第六个 我返文讯息啊 本觉真性的光明骗照法罪 这样所有暗昧的鬼神都无法自权 好 这个就刚才我讲 我举那个例子有没有 那个摄影机啊 他本来的元神啊 比较正念的元神啊 他在照射那个血领啊 那个血领就在那乔奔道啊 庄的意思啊 因为我能我能加倍众生 使勇见鬼 恶鬼 还有能什么 厌媚鬼 吸血 吸血气鬼 热病鬼等等啊 即便处于静旁啊 仍然不敢 看一眼 第七 声音和动静两性啊 这是动动跟静的两相啊 已经消灭啊 能闻之性 逆流而上 直至存衣无妄之尘 我将此定力加倍众生 使他们脱离禁闭 细服 警咖锁链等束缚 这些东西啊 什么禁闭这些啊 就是所有的那个一切烦恼啊 所有的一切烦恼 都可以脱离掉啊 得到解脱 第八 声音极媚啊 文性也已圆满 声音极媚我们讲过嘛 就说那个音声相啊 就是他那个是性空极媚的啊 那文性也已圆满啊 就便可以什么 遍声此力 我将此力加倍于众生啊 当他们走过危险的路段的时候 恶劫强盗 不敢加害他们 这个啊 就是说 你那个这个啊 刚才修习的时候 跟那个怎么 跟同志一起在讨论 就说 那个啊 你的诸佛 诸佛菩萨 诸佛以什么 诸佛以什么为体 以大悲为体啊 啊 大悲以什么为体 大悲以什么为意啊 以众生为所意啊 对 啊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这个啊 就说 你那个 你那个 体性的那个慈悲啊 你这个慈悲都圆满了 慈悲都圆满了 慈悲都圆满了 你就是 就是 就是会 就是会 就是要所有的一些众生啊 你就是很自然的 就会加倍所有的一些 诸类众生 就很自然的啊 第九个啊 远离生臣啊 其他色臣啊 也不再残服 我将此利加倍于众生 能使所有淫欲心众的众生 远离贪欲 所以说那个什么 那个切入的那个法门啊 你从一个法门圆通 其他法门啊 就通通圆通 就是这个意思 第十 存依闻因的妙性 并无生存作为对象 根 静 圆融 没有能闻和所闻的对立 能跟所 就没有了嘛 我将此利啊 加倍于众生啊 使一切称恨 愤怒心众的众生 远离所有的称恨和愤怒 好 第十一 既消根尘 自性光明啊 便显现出来 这大家知道了 法座和身心圆融为一体 好像流理一样 内外明测 这个 这个就是跟我们上次那个菩萨法会 还是那个什么 是菩萨 菩萨法会还是达摩祖师 圣诞那个 我不是讲说菩萨 那个魔力珠就是这个 那个魔力珠就是 你如果打坐 如果那个当下 你那个境界 有进去的话 你境界有进去的话 你就是魔力珠 你这个身啊 你这个身就是在整个玻璃珠里面 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要讲法界 法界我上次有提过 法界 什么意思 我们一直在讲法界 法界跟现状界 所以这个法界要知道 法界是什么 怎么说 法界一切从神啊 怎么说 无形的 法界的法义你要知道 这个啊 我们要的是真如 对不对 可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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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 你那个异象啊 不听话 就是会流线 对 异象一流线啊 这些啊 这就出来了嘛 一切的 一切的那个什么 那些染污啊 就出现了啊 你要从染污到清净 从染污到清净 这一块 跟那个真如啊 这个相对比啊 有没有啊 这个是真如 这个是染 从染污到要到真如 这一块就称它是法界 这样知道吗 所以 那为什么 我们不要学到现在都不知道 法界 法界怎么定义啊 这样了解啊 就是说 用这图等来看 我的真如 然后呢 我这些所有的染污啊 我要染污就要清净啊 我从染污到清净 这一块 再加上原本的清净这一块 那个 统生法界 接下来 如果我将此力加倍于众生啊 能使所有生性昏迷 愚笨 得无善心众生 永远离开 无名 愚昧 哦 时间到了那个 要不然我们把这个十四个无味 把它读完好不好 哦 第十二个 消融世大的唤醒 恢复本有的文性 真心于本有疾灭到场 而能涉入世间 随力献身 而不坏世间之相 哦 就是消融世大的唤醒啊 这就是你进入到如幻 哦 进入到如幻 哦 我们 那个讲说进入到如幻啊 你知道 一切诸法哦 如影 如什么 如梦 如幻 不 如梦 如幻 然后如影如想啊 你知道 知道 知道这个 这个如幻 这就是你进入到如幻的境界啊 你进入到如幻的境界啊 进入到如幻的境界啊 你开始怎么样 你那个心量啊 你那个时候的心量 比如说我现在进入如幻的境界啊 我的心量啊 无边无量的心量啊 在造业 知道吗 比如说那个什么 那个所谓的造的造什么 造菩萨业啊 现在那个敏慧这边 他有什么问题 我就去 哪个地方有问题我就去 那个就是那个 你那个心量哦 那就是在讲说 在那种如幻的境界下 菩萨所显现出来的 会产生 那个无边无量的那个什么 那个菩萨业 就是啊 我们众生 所产生无边无量的烦恼啊 菩萨业 菩萨业就是菩提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就是四大消融啊 好 第十四个 第十三个啊 六根元通无爱 本名 极其造用无有区别 哦 将十方世界 包反云内 并且正得大圆静置 和空如来藏真实性 真如性 如果 能够接受十方世界 无数量为尘如来的秘密为妙 法门啊 绝不会忘失 我将此力加倍于众生 能使世间所有 呃 无女而遇得女的众生 哦 生出有福德柔顺 讨人欢喜的美丽女子 哦 这个啊 这就是那个什么 六根元通无爱 本名极其造用啊 那个本名是什么 本名就是你的如来 真如本性啊 哦 啊 那个本名 本来的那个绝名啊 他就造用 没有区别 哦 就是哦 哦 这六根啊 元通无爱嘛 哦 就是 我们说 这时候我们讲说 这是我们讲说 诸根名利啦 好 这个是元通无爱啊 这个尾根也好 鼻根也好 舌根也好 还是那个什么 什么 什么生根啊 哦 这些这些六根啊 哦 通通名利 哦 诸根名利 在这种状态之下 哦 就等于 元通无爱啊 哦 元通无爱 这是说 你那个什么 你那个真如 真如本性就现前了 哦 你真如本性现前 你真如本性现前了 你真如本性现前了 真如本性一现前 我们就说 那个光明啊 光明啊 骗照十方法界啊 哦 那个时候 有没有 什么 跟你的六根造业啊 了净啊 有没有关系 你有关系的 你再怎么了净也无所谓的 通通在我 我那个真如本性 那个什么 一切所谓元通无爱啊 就是这个意思啊 哦 好 第十四个 此三千大千世界啊 总共有百亿个太阳和月亮 而助于世间的法王子 则有六十二个恒河杀术之多 他们都在教化众生 为众生做楷模 并且依据众生的根基 采取各不相同的 善巧方便智慧 对其加以导引 我所得到的耳根元通之根元 若发挥自在妙用 我的身心就会 为妙的寒荣 损遍整个法界的众生 这个在讲什么 这个在讲 在讲说 你啊 你在禅定的时候 你在禅定的时候 我们讲说你在禅定到你 整个融入虚光的时候 会有一个影像出现 什么影像 就是 比如说 我们到场 比如说我们今天 今天我们在这边修行 我们在这边禅定 在禅定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会跑到我的肚子里面来 我的肚子里面就看到这个房子 看到我们每一个在这边精进的同修 就是这个 再扩大所有的 比如说整个台湾 都在你的肚子里面 再大 整个世界 整个地球 都会在你的肚子里面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甚至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 至尊单单词念我的名号 与同时念词许许多多法王者的名号 两者所得功德是完全相同的 这些都是因为我修习 耳根三昧而正得了真正的圆通 以上就是十四种 诗无畏力 福德周辈 而可普世十方众生 这个就是这一章 我们看一下 还有下一章 还有四种妙德 还有四种妙德 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 我要先跟大家 因为我们读到这个地方 你看这部经的布局 这部经的布局 也就是说佛在讲这个 讲这部经的佛法的时候 到这地方的布局 大家试考看看 那个什么 二十五圆通 每个其他二十五位圣者 二十四 包括观念不上二十五个 其他二十四个圣者 他们正圆通的法门不一样 为什么 到最后要安排观念菩萨观念法门 为什么要安排这个东西 这不是观念菩萨他自己比较厉 其他就比较厉 不是这个意思 你从圆通法门到这个地方 从第一位到第二十五位 第二十五位就观念菩萨 那么观念菩萨的法门 为什么讲那么多 讲到他从奥根元通 从奥根元通正入 然后开始起庙用 起庙用之后 他又起十五位 接下来就是一个庙德 在讲佛法 讲什么佛法 讲说你正入空 刚开始说那个水 乔成乳 他看到阳光从窗户射进来 看他浮尘在飘动 对不对 从这个地方 这个是什么 让我们进入到空 从进入到空 到这个地方 你修正到空 然后呢 然后呢 会起怎么样 会起如焕 对 如焕 如焕之后 让你见证到法身 然后见证法身以后起庙用 起庙用以后 这产生什么 无畏 造了无畏之后 你那个善根功德就出来 那个就是庙德 在讲整套的佛法 这一段 这段圆通法门 在讲整套佛法 修行的佛法 就是这样成就的 不是说到最后 那个什么 请观念菩萨做种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但是用菩萨 观念菩萨 他修正的过程 比较假薄 比较姬婆 在佛讲说 我这样子 其实每位菩萨都一样 每位菩萨都一样 整个佛法修正的成就 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就 所以这是这样的布局 这个 愣眼睛 愣眼睛就是这样的一个布局 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 你从大体上来观照佛法 就是这样子 虽然每个成就的圣者 他在分享他成就的法门 他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你怎么去修正 你修正之后 你找到你的法身 找到你的法身就开始起什么 从华身开始怎么样 起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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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出无畏 从无畏再起什么 再起功德 起庙德 这是整道的修行 佛法修行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读完 读到这地方 我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来学习这部经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修正的修正的修正的修正 不是说让你可以听到 听到那个音声 不是 是所谓让你听到音声 前面已经讲过了 就是因为开始什么 开始奇妙 你进入到法身的时候 一切进入到整个法界来 有跟没有通通一样 有跟没有通通一样 音声自然现出来 所以很多都这样子 你看 外面所谓的团体 一提到耳根远通 他绝对讲说 耳根 我都可以听到多元的声音 那个是错的 那是错的 知道吗 耳根远通只是借着 耳根让你正出远通 至于远通之后 所产生出来的 你见证法身 见证法身 然后起妙用 起无畏 所以这些所有的 善根光斗就出现了 是教我们要这样修正 不是说要去修 那个什么 修到你的耳通 知道吗 这个是最重要 好 担任太多时间 剩下的我们下次再来 继续学习 好